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的湘潭,这里是湘潭的市中心 前面呢就是中国银行 今天呢主要是带大家来看一看湘潭气派的城市建设和环境 右边呢就是湘潭最著名的瀑布高广场 这个瀑布高广场呢是湘潭来自于整个湖南省 单体面积最大的购物中心 也是湘潭市的一个新的地标 前面这段高楼呢就是天元湘潭中心 它是湘潭单体面积最大的三叶广场 那个商场里面呢汇聚了亚洲第一的影院 下面呢我沿着布布高这条街 给大家来整体来看一看城市的风貌 然后这边呢共享单车都是规划的错落有序 和诸咒一样啊这种款式差不多 当时好像没有注意看到有那种电动的共享单车 在长沙呢是街头随便可以看得见 如果湘潭有的话我相信也不会太多 毕竟市中心的话也没看见很多 这边呢城市的风貌 道路规划的都是错落有序啊 这样一看这个布高广场呢 它就像一颗璀璨的钻石 闪耀在湘潭的市中心啊 令整座城市熠熠生辉 然后呢走到这个街头我发现这边的生活气息非常的荣誉啊 随处都可以看得见这种电动车呀 普通的人们呢也在这里认真如你的生活 湘潭目前在中国呢是属于一个三线城市 市区呢总面积是有五千零六平方千里 那么提到湘潭呢就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中国红色文化摇篮的地方 不仅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而且呢还有小南京 京湘潭的美誉之中 这边的从事建设呢真的是太防伐了 真的是 所以呢这里确实是一个雍雄辈出人节地零的地方 而且在湘潭旅游的话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你像我们中国的比较大的线路啊 金管线啊 湘潜线啊都在这里经过 先后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 虽然湘潭的经济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但是它的人均GDP呢 在湖南省内是排名前级的 而且它的教科实力呢 是仅次于长沙的 说了这些硬件实力啊 其实 湘潭的软实力也是非常具有魅力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湘潭是一个有1500多年的建成历史 民间文化艺术美食 都有十分的一个成熟完善 你像我们熟悉的皮影戏 花果戏啊 民间索辣啊 都是在这里 是一个非常拿手的好戏 当然来到湘潭就不得不提到的是 冰南这些 这个都是经久不衰的这个特产 而且湘潭在革命时期的贡献呢 真的也是无可替代 也是不可弯掉的 虽然呢 它整体算不上是中流砥柱 但是经济科技以及交通在室内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视的 它这边那个步步高广场呢 也是卖这个电器和这个生活家居啊 各种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走到这条街上呢 感觉生活气息真的是非常的浓厚啊 而且湘潭总体的物价消费水平 房价啊 真的也是比较的人性化 我相信待在湘潭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湘潭呢 也是一个点心人吃辣的城市啊 非常的具有那种辣味 人们呢 也是比较的友好 各位的感觉非常的热情啊 不过其实能够到湘潭这座城市来走一走啊 更多的是感到骄傲和自豪 而且现在大家也应该都知道长珠潭一体化 所以呢 湘潭和长沙的一个地理位置是隔着特别的近 它的发展肯定是非常的具有前景的 再说我刚刚也讲到了 它的人均收入呢 它是仅次于湖南长沙的省会嘛 所以呢 这里的幸福指数真的是非常的好 很适合安逸 就是适合养老 虽然地方小 但是也称得上是五战俱全 反正该有的东西都是有的 基本上能满足绝大人的生活需求 而且节奏感是非常的慢 个人感觉非常的适合休闲 那大家觉得湘潭在中国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能够排到前100吗